不就趁了你的心 对不起 我只知道你身中毒蛊 可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一个毒蛊人 如果知道了呢 知道了你就不会下手了 韩芸汐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以为你对我 终究有所不同 没想到我错了 错得离谱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先让我给你疗伤 等你好了 你想怎么处置我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太后威胁我 如果不这样做 你 我 还有我娘 我们都得死 我想着 那三针不致命 我就敷衍着答应了 谁没有想到 太后派人看着 我不得已 但你相信我 我是有解决方法 才这样做的 只是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女生多不人 你娘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死了 不 我在她后那儿见过她 她的身形轮廓 跟我娘一模一样 她有我娘的手镯 药品 还有医药包 那个医药包 只有我跟我娘知道 不会错的 那都是太后的诡计 她利用你对你娘的感情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娘她已经过世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又没见过我娘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我亲眼送进 不可能我娘还活着 她肯定还活着 我娘还活着 她肯定还活着 我娘还活着 我活着 她不会死的 我娘肯定还活着 她不会死的啊 不会死的 她不会死的 殿下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白先生 相信你不会让我 和父王失望的 传闻秦夕开国 就是以毒蛊人军队 得天下 几百年来 关于毒蛊人的记载 早已失传 但秦夕皇室内部 还是有零星记载的 靠着这些 就足够我 研制出毒蛊人了 白先生的毒术 在世上无人能及 先生 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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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生 这是为何 也许 秦夕的血脉 更容易成功 你们想干什么 我不会让你们 伤害我的儿子 起来 都别过来 这么多皇室可供试验 少一个也无妨 皇室可供 母后 走 喝 母娘 救命 不能喝 不能喝 不 我不喝 不喝 昨天喝过的人全都死亡 喝 我就这样在地牢里熬了四年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被他们喂一种汤药 慢慢有一个正常人 变成了不人不鬼的毒蛊人 他们怎么这么残忍 竟然对一个小孩下毒手 你还疼不疼了 早就不疼了 不过每隔一段时间 毒蛊又会爆发一次 熬过去也就好了 孩子 你醒醒 醒醒 杨琪 杨琪 孩子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 你相信我吗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我是一个大夫 总得死在这儿抢 起码还可以看看太阳 好了 跟我走吧 快走 站住 快 追 小孩子 你没事吧 你别管我了 我是逃不掉的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呢 你都叫我娘亲了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来 快起来 别跑 不行了 我们得给你快走了 快 站住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们都别过来 把他交过来 你们抓无辜的人来做毒蛊人 本就天理难容 不仅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人情可言 我看你是敬酒不知吃法的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是 母后 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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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